法拉圣餐馆竞争激烈是人所共知的 有人统计过光是四十路上的餐馆 曾经在五个月的时间就有七家餐馆换人或者是关门 但是那里最近特色小吃却经营的不错在赚钱 当然赚钱是各家有各家的乱倒 法拉圣餐馆竞争用你死我活绝不为过 从餐馆周马登市的换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以四十路为例 现在的美新酒楼几个月前还叫鼠坝川菜 原先叫冠军食品 后来叫立都 再后来叫石为天 再后来叫一级棒 你看都换了多少家了 大饭店生意这么难做 有些小吃部却生意火爆 这里面窍门何在呢 位于黄金商场一楼的陕西羊肉泡馍 地方不大人气大 很多客人来到这里都站着吃 老板的名字很俏皮叫凉皮 他卖的有凉皮羊肉泡馍 白鸡馍夹腊汁肉 他最得意的就是 很多老乡从外州赶过来 吃他的羊肉泡馍 那就是在这坐着 坐着看着就看见这个家乡的一个 人看见这个 鬼子太香了 来吃一下